这个是大谷祥平的球员卡 当初买家是用三万五千元购入 而像这张是NBA的状元K.Connyhan 买家用两百元的价格购入 但是送鉴定之后呢 他是十级 也就是说他的价格翻倍来到破千 但现在却有人利用这样子送鉴定的名义 却来搞诈骗 很多球迷为了投资或是想要自己收藏 都会把球员卡送去日本美国做鉴定 主要是看卡片状况 包括卡片是不是放在至中位置 表面的保存卡片四个角有没有瑕疵 一到十级评分会有不同的增值倍数 但这个脸书社团却被人指控 送卡片鉴定 最后拿到了假的评分表 就连卡片也一去不回 五月出去的应该照理来讲是十月或十一月 就是他会回来 就是他会从日本寄回来 所以奇怪应该时间到了 然后为什么没有回来 我送了快六十张 走一趟球员卡展 满满的人龙就能找到被害人 而且网络一搜 还有更多民众受害 更令他们傻眼的是 自己的球员卡竟然被放上大陆或美国的网站拍卖 由于一般送鉴定 建党关税加上运费可能来到两千块 但是这个社团主打一张鉴定只要750元 因此也让不少民众心动 受害者遍布全台 光是LINE群组成立的自救会就有300多人 不法获利粗估超过500万 对 而且现在这样子 大家就不太敢去送鉴定 全国的东西 对 就是因为加点钱做比较有权威的 如今遭控的社团 联络人找不到 脸书社团也已经关闭 买家们也纷纷报案 毕竟费尽心思买到的求援卡 就这样白白被占为 极有所有心血却没了 TVBS新闻网无心愿 太平时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